姑娘 你把这个事想清楚啊 我建议你们俩把这个事都想清楚 婚可以缓解 再了解了解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六十秒 从一开始认识你 我就很喜欢你 你也喜欢拍照 我也喜欢给你拍照 你也经常给我送点小礼物跟衣服 你也愿意来到我生活的地方 我也很感动 我真的想去旅游很习惯的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 觉得你性格很开朗 然后通过我们这段时间的相处吧 然后你的一些性格 我也是有时候就真的就理解不了 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 结婚的话先暂时先亮一遍 谈一谈再说吧 好 谢谢两妹啊 谢谢你们坦诚 请回吧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器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这对年轻的朋友 对自己这段情感的选择 请开门 我觉得我们可以为他们鼓掌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大维码 下载京云UP 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师 进入到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婚礼的前一天 我妈妈让我们离婚 原因呢 是在老家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老公不愿意跟着回去 感觉工资低 婚礼前一天 闹得家里快打起来了 第二天 婚礼没办成 结果去领了离婚证 我现在特别后悔 当初没站出来反抗 老公现在不理我了 我想挽回 我该怎么做 如果你还没有成熟到 可以自己为自己的婚姻 做主的话 那么这个婚 结了也等于白结 结婚不是过家家 不是说这一次玩完了 我们下一次 还可以重新开始 去寻找你更幸福的人生吧 祝你幸福